前天在新北市板橋搶銀樓的嫌犯非常狡猾 他不斷的更換計程車製造斷點 结果警方一路往南追了200多公里 在南投國姓鄉将他逮捕 11号午后南投國姓山区下着雨 犯向抢夺罪的嫌犯 双手被警方上扣狼狈落网 时间回到10号下午 这名嫌犯特意搭計程车从台中北上 洋装城库客到新北板橋一间銀樓买金市 却只花了8分钟一把抢走 价值2万元的金牌 搭上同一台计程车逃跑 嫌犯一路往南逃到台中无期 还不断以随机蓝亭的方式 更换计程车制造斷点 11号下午在逃到南投国姓乡 南港村某处民宅 嫌犯以为花了一天一夜逃了200多公里 就能躲避警方追气 无奈法网灰灰 殊而不漏 全案依毒品纹药防治条例 抢夥 诈欺未遂冷罪 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警方发现这名嫌犯 过去就曾有抢夺千颗 嫌犯的手法都是假装成顾客 趁机刑抢 这位嫌犯又动了歹念 在背负罪名 这里晨廷 蒋木宇 新北报道